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这门课是多媒体程式设计 那我们的第一章是来介绍Possession 什么是Possession呢?等下会一一的介绍 那我先介绍这门课的评分标准 其冲作品占30% 其末作品占40% 上课小考作业占30% 那什么是Possession呢? Possession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程式语言 那它的开发环境呢就是叫Possession 那它的核心基础呢是使用Java的语法来做 那它的应用呢通常使用于艺术、影像、影音设计与处理 那支援的平台有Linux、MacOS及Windows 那整个Java呢其实是非常广大的 它包含了很多的Library跟执行环境的虚拟机器 那Possession呢只不过是Java里面的一小节 一小个环节 那它的核心呢都仰赖Java来执行 那Possession的下载与安装呢 我们等下会用浏览器的方式 网页的方式来进行教导大家进行下载与安装 那这个画面是Possession的操作画面 那Possession操作画面呢有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上面呢是Possession专案的名称 这后面呢这个编号呢是Possession的版本 中间这些呢是功能表 下面这个呢是快捷按钮 那这些快捷按钮分别是执行、停止、新的专案、载入、存取、汇出 那这些按钮等一下呢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一都会使用到 那另外一个的介绍呢是指Possession的程式码 是撰写在这个白色的区块 它这个区块里面所撰写程式码所执行的结果 会显示在这个黑色的区块 那当然你必须要使用Printer 跟Java的Printer是一样的 那Possession里面最推崇的一件事它既是免费 而且它会把这个版本的所有的函数的范例 以及说明全部放在网路上 而且非常详尽 它的范例呢不需要做什么事 复制贴上你的Possession就可以执行了 这个是Possession的部分 另外它Possession的部分呢它也有帮各位分类 例如说这里Reference有分为Color、Sharp 甚至呢有其他的2D或者是声音的部分 那它里面呢也包含了Extended的Library 这是它的执行环境 当你按到这个按钮 黄色按钮、Play的按钮 它就会开始执行 那Sketch,什么叫Sketch Sketch其实就是你们过去所学的Java里面的Project 就是所谓的专案 那所有你要发展这个互动程式的部分的所有的Source 全部都要放在那个专案目录里面 所以那个专案目录在Possession里面叫做Sketch Up 所以里面包含了图档跟音效档 那它里面呢 从File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系统设定的部分 那系统设定的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设定它的目录 那个专案开发的预存目录 好,那我们第一个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这个是一般程式语言最常学 在教的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 它叫做Hello World 第一行是Printer Hello World 它就会从黑色的地方出现 第二行是Line 008080 就是从SY 前面是S的坐标 后面是Y坐标 8080是第二个点的S跟Y的坐标 那我们得出来的结果呢 就会是一条00到80的线 那Sketch呢 它这个地方呢 在我们开发完成之后 它可以 会出两种格式 一种叫Applet 一个叫Application Applet就是在网路上执行 Application呢 就是在电脑上执行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Applet 它会把你做成一个HTML档 那你直接丢到网路上就可以执行 那Application的部分呢 它可以编成两种 一种是Mac 一种呢 是属于Windows上可以执行的ESD档 这是它的Resource 各位大家参考一下 那Possession的基本指令呢 我们先教各位 从Console黑色的地方显示出来的 它有Print跟Println 这两个后面填的 填入的资料都是Stream Possession的基本指令呢 有几种 我们先从初学者必须使用到的 跟Image有关的 这边有几个指令 第一个Size 就是画布的大小 填入它的宽跟高 那背光呢 给它RGB就是 那一个视窗背景的颜色 那FILL呢 就是指画笔的颜色 NoFear 这个东西就是无填满 Stroke呢 就是画笔的颜色 NoStroke 就是没有画笔 那颜色里面呢 当然我们可以参考 Revens的Color 的那个选项 它是用RGB来表示 Possession的座标系统 它分为S轴跟Y轴 那视窗的左上角 它是座标00 那空间的SY点呢 S轴往右的为正 Y轴往下为正 那Possession的架构里面 有分为基本模式 连续模式 跟Java模式 那基本模式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写的程式码 直接撰写 直接使用 直接测试 是最简单的程式 那连续模式呢 通常是指动画要用 所以它整个架构图呢 就如图所示 它呢一开始会设定好所谓的 整个要执行的视窗的条件 然后呢写成副程式 在左右里面执行 好 当程式不停止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循环执行 好 那我们的课堂作业呢 这门课第一章节的课堂作业呢 将会交给大家追踪滑鼠的位置 主要的特殊功能 以及我们要自己创造一个logo 来做绘制的动作 并且尝试绘出applet跟application